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骗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张默 张默 你到了没有啊 听说上海下雪了 冷不冷啊 我到了 上海 大概零下一路吧 那也不算冷啊 青岛都零下十度了 我说的是室内 现在啊 又是有个霸道总裁 给我修一间房的暖气 我立马嫁给他 那我得赶紧转告金玉他们 打动赵门放心的机会来了 说起金玉浩 你们最近跟他联系了吗 金玉浩 我学期结束后 我就没看到他了 给他发消息 他也不回我 我说的是班级消息 最近他爸妈回韩国了 你们可以去他家里跟他一起自习啊 他爸妈不在家吗 那他是一个人住啊 应该是吧 他就交给你们了 没问题 照顾帅哥这种事情 包在我身上了 你啊 就好好考试 好好学习 好好照顾自己 知道吗 拜拜 拜拜 我还是 我不想吃我的身体 你踢我 踢我 踢我 小姑娘 不好意思 没看到你 没事 阿姨 我正好马上也要出门了 小姑娘 你也是来考试的吧 我怎么还没走啊 我考试的时间是八点钟 现在从这儿打车过去 估计十五分钟就到了 还早得很呢 没事 阿姨 小姑娘 现在的天气 哪里能打得到车呀 住你隔壁的那几个学生 一大道就出门了 好 谢谢阿姨 爸 喂 我把我打个小笔 二三 先面上 老师 哦 行了 到那边等着叫吧 是 神仙 szes 不与我们可以囊获天雨的胸鸡 为我们塑造一个薄 快挥斧的电话 来来来更猛烈些吧 可是后来 云换的地方 她用一瓶酒 八百妙兵奔北坡 跑冰冰海 北边坡 跑冰哈马 不好意思 请问考场在哪里啊 你考什么 我 我考表演 表演在这里后场就行 快到你了 老师后来通知你的 谢谢 你是考乐器的吗 我也是考表演的 那你这个 这是我的才艺展示 还要才艺展示啊 我还以为就跟试镜一样 让他念着台词就好了 我叫薇薇 艺高的 你普高的吧 我是赵曼儿 实验的 哇 学霸啊 那还来艺考干什么 我想当演员 吴祥宇 曾义萍 王林 王小睿 赵曼儿 薇薇 下一组 走吧 老师叫咱们进教室后场了 右边的第一个同学 自我介绍 老师好 我叫薇薇 来自杭州 古诗云 欲把西湖比西紫 淡妆浓膜总相 好了 下一个 老师们好 我叫吴祥宇 来自北京 你有什么喜欢的电影作品吗 我最喜欢的电影是 霸王憋姬 对于这部电影 在这部电影中啊 好 中间这位同学吧 老师好 我叫王林 来自上海 你有什么喜欢的电影作品吗 我 我也最喜欢霸王别姬 下一个 老师好 我叫王小睿 最喜欢的电影 除了霸王别姬 我 我喜欢张艺谋导演的作品 喜欢哪一部 大红灯笼 高高挂 尤其欣赏里面对红色的运用 张艺谋导演说 红色是他最有感情的颜色 艺谋还说过这句话啊 说过吧 好 下一位 老师好 我叫曾艺萍 我也喜欢霸王别姬和大红灯笼 好了 好了 最左边那个女生 老师好 我叫赵曼尔 来自青岛 我最喜欢的电影是《哈利波特》 为什么 虽然这是一部虚构的作品 但是因为每个演员投入的表演 才让年少时期的我 相信了魔法的存在 十一岁的时候 我还因为没收到 猫头鹰的通知书 我还哭了呢 在我心里 这就是令人信服的表演 当然 霸王别姬我也很喜欢 好了 下面我们开始进行命题表演 右边两个男生一竹 左边两个女生一竹 剩下的一竹 表演命题 未来的自己 五分钟时间准备 你是想演未来还是过去 可我不是你啊 你为什么要让我来帮你决定你的未来啊 如果我的未来是你的话 那我就宁愿不要长大 好 那我演未来 你演过去 好吗 好 第一组 你好 现在 我是未来 你好 未来 我是现在 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吗 冲啊 你所谓的梦想 真可笑 如果明知结果 我还放任这一切发生 那么未来的你 一定会变成现在的我 当演员没有希望的 放弃吧 那好 下一组吧 那我们上场了 太好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做演员是没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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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早放弃吧 听到没有 你就是个骗子 明明是因为你自己软弱放弃了梦想 为什么要我来承担啊 你看看你自己 你连你自己都改变不了 为什么要我来改变我自己啊 我告诉你 我 绝对绝对不会成为你的 对不起 老师 对不起 这是 对不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会煮泡面算什么厨艺 我呀 又多煮了一锅 你们不够 自己添 怎么只有靳于浩的小香肠啊 来 我刚刚就顺手放了 做得好像是比我这么重 我跟你们说啊 吃泡面得这么吃 等会儿这个小铁锅 就着这个小铁盖 对对对 韩剧都这样的 对 然后 好香啊 是吗 你们下次来的时候 我多给你们买几个锅还不行吗 是啊 你够吗 我给你夹一下 好 谢谢 真羡慕你呀 靳于浩 假期没有爸妈管 你一个人想干吗 干吗 真好呀 我刚刚看了一下你们家冰箱 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平时就吃这个 想吃外卖的时候点外卖 不想吃外卖的时候就吃泡面 看来你需要一个温柔体贴的女孩子来照顾你 哪还最可以呀 那可不行 我得练好厨艺 以后未来照顾我的女朋友 哥们吃饱了 我先去刷碗 我先去刷碗 哥们辛苦了啊 我帮你一起刷碗 怎么能让大厨刷碗呢 没事 就当翻红运动了呗 我 我也运动运动 运动 运动 没用 算了 身体不允许 哥们儿 你就坐着吧 坐着吧 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觉得咱俩现在特别像那种 婚姻不幸的老夫老妻 就是已经没话说了 然后还得在这儿做家务 我说的不是我和你 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境 还能在一起做家务 看来也不算太不行 我小时候帮我妈做家务的时候 我爸他就一直骂我 说我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因为在我爸眼里 除了学习 什么都不重要 大家的父母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爸呢 是一个典型的淡男子主义 他觉得家庭主妇 就是应该要做家务 所以他把我呀 就当男孩子一样 因此呢 我就不用去学做饭啊 做家务什么的 但是 也不可以做正常女孩 可以做的事情 比如说 穿小裙子 留长头发 谁说女孩就一定要留长头发 是啊 大家都这么说 可是 却都只喜欢长头发女孩啊 作演员是没有希望的 趁 possibly 放弃吧 你就是个骗子 这2位 很多钱了 什么了 这几个了 他コ была 太拼命了 太拼命了 害我错过宣讲 又害我在艺考出丑 现在你满意了吧 你很讨厌我是不是 那我问你 如果父母不支持 别人说你没天赋 只能让你自己都睡不着自己的买气 明天当伪装成另外一个人 你还像当演员吗 你说的没错 如果明知结果 放着这一切发生 那么未来的你 一定会变成现在的我 对 你们没有希望吧 放弃吧 对错的不经意间 要如何才能清除 弱弱的不经意间 要如何才能弥补 坠落的不经意间 要如何才能有退路 要如何才能有退路 坠落的不经意间 要如何才能有退路 我说 今天先别挂 赵叔 跟阿姨找到公司来 我也没办法呀 况且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老不跟他们联系也不大好吧 从今天开始 你也不用跟我联系了 你别吵了 就算你吵落 问题还是要解决的呀 现在合作的商务 都在稠备月期 还有之前的债务公司要的也很紧 钱 你打算怎么办呀 倩全的事 我爸爸知道吗 叔叔阿姨是你的紧急联系人 公司有义务靠持的 况且公司的电话都被打爆了 叔叔阿姨估计 姐姐 倩想知道 冷静 赵马儿 冷静 你可以的 你们说 这真是赵马儿干的吗 我听声音呢 应该是 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娱乐圈 这俗话说得好 僧多 周少 竞争大 这样啊 有的人要么有观众员 有运气 要么有关系 有人提携 要是啥也没有 就只能请神仙了 呸呸呸 我们赵曼儿才不靠这些封建迷信呢 是 她要是靠这些 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演艺圈十几年了 一点动静都没有 三十岁以后就更难了 说什么呢你 你们看电视上那些女演员 那普通的女演员 三十岁以后 她有什么戏牌呀 那还不都是你们这些男的 看女演员都要什么 少女感 什么叫我们这些男的 那现在看电视的 大部分都是女观众 你敢说你们不喜欢那种 白 瘦 瘦 瘦 对 不喜欢 不可能 就是你们的问题 她也挺不容易的吧 咱们其中毕业的 哪有几个人在这个圈子里 家里也没人做这一行 不都得靠她自己拼吗 你们不喜欢 有人的地方呀 就会有江湖 你别说演艺圈三十岁男吧 我们金融圈三十岁也一样很困难 要我说 要不咱们呀 这个三十就别写了 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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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嗯 专了 嗯 你们是不是暴露了 我刚刚看曼尔 脸色好像不太对 张曼尔刚才在这儿 对啊 怎么了 完了 你看看你 不呀 完了完了 这 这道题就选C啊 洗手完了 吃老实的去 为 为什么选C啊 你看啊 以织A大于一 Fx等于Logax 在区间A 二A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只差为二分之一 那当然就是C了 你不过就是把题目念了一遍 这就出答案了 果然 高手初见无招甚有招 在下配合 你听懂了 没有懂 厉害 做 哎呀 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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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做 怎么会 爸爸 叶子 你来 我们要求这个A的数值 那是不是要先把A 带入这个函数里面 这么挂 过一 零 那这个函数的定义 Fx等于Logax 什么意思呢 就是A的多少次方 等于X 对吗 那已知上是 在区间A 2A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值 为二分之一 可以得出这个公式 Log A 2A-Log AA 等于二分之一 运算出来LogA2等于二分之一 那么A就等于多少 四 对吗 谢谢班长啊 干嘛去 我喝点水 哎呀 又不想做提是吧 这我买 马上用模拟考的 你紧张吗 不紧张 那也是 你每次都考第一 应该紧张的是 我这种比不过你的人 你底下那本五三 我已经做完了 旁边那两本也是 是 我以为你从来都不做题的 谁告诉你的 看见你都在看小说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 真有毫不费力就可以成功的人吗 都是人设罢了 对我来说 在学校上课的时间 已经是休息的时间了 回了家也有做题 说你都这么聪明了 干嘛还这么拼啊 光是聪明有什么用 何况在我爸妈眼里 我根本算不上聪明 怎么可能 你在我眼里就是最聪明的 那你还是多认识点人吧 况且 这些纸上的题 应该已经算人生题里最简单的了 毕竟 在人生的题里 有标准答案都可不多 可以 没辞 我已经不通过了 我在哪儿呢 你也在哪儿呢 你看错了 你看 我看到你啊 您刚才 你还没说 您还没说 我败是很高的 这是你什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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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败是很高的 不会吧 我选上了 接下来就只剩下面试了 面试我可是从来都没输过 我改变过那么多次未来 这次一定也可以 十九号 赵曼尔 在这儿 老师们好 我叫赵曼尔 来自青岛齐天实验学校 齐天实验是个很好的学校啊 这个学校今天还没人来考呢 你为什么想参加艺考啊 是觉得自己很有天分吗 我想做一名演员 所以无论有没有天赋 都想来试试 只有参加艺考才可以当演员吗 我 我想进入影视学院 接受专业的表演训练 那 你在参加艺考之前 有接受过培训吗 有相关的表演经验吗 我在学校组织的 剧组进校园活动中 参与过短片的拍摄 还 还参与过许多作品的试镜 那你觉得 你这种参加过学生作品的经验 跟那些艺术高中出身 已经主演过很多电影电视剧的学生相比 你的优势在哪儿呢 我是来当学生的 又不是来当老师的 我 我还是一张白纸 希望可以在这里从头开始学习 虽然现在没有经验 但是将来有更多的机会 一定不会比别人差的 所以 你是觉得自己很有天赋 是吗 我从小就热爱表演 这应该算某种天赋吧 出事的时候几千个人 每个人都说自己从小就热爱表演 那 大家都跟你一样有天赋吗 这样 从一到十 你会给自己的天赋打几分呢 我 打 八分吧 那你觉得 你会给子夷打几分呢 你觉得你的天赋 可以和她比吗 全中国只有一个子夷 就算你有她的天赋 你有她的努力吗 你有她的运气吗 我没有想成为子夷那样的演员 我只想成为赵曼儿 演一些自己喜欢的作品 有能力靠这些角色去影响更多的人 那你觉得这些你能看得上的 能影响别人的角色 大家是会想找子夷呢 还是想找你赵曼儿呢 我看过你的出事录像 很抱歉 并没有看到八分的天赋 我知道了 谢谢老师 那我们就到这儿吧 老师再见 老师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放弃作业演员的 由于南方多日极端雨雪天气 上海以及湖南等地受灾严重 道路交通方面遭受重大影响 多个火车班次停运已经烟雾 多条高速公路不停 这只春运返向高峰期 铁路运输部门的辆事将灯派与手 不好意思 请问火车最近都不能开了吗 今天的车次全部取消 那明天能开吗 也取消 还不确定 看这天气啊 这礼拜是不可能恢复了 那我的票怎么办 可以大厅退票 我不要退票 我想回家 那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呀 比如大巴车之类的 公路都瘫痪了 飞机也飞不了了 大家都一样 写安心等消息吧 大铁球号 红红席 公路有限度 第五个官员 公路有限度 下来的他 开放在小房里 官员 公路有限度 上前开了 明天有限度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只要我再拨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无法接通 �만了 不可爱 离开 只要有其他客人 不可爱 在这里 不可爱 不可爱 您是否真是英语 不可爱 冥冥啊 来吃汤圆了啊 祸不单行 看来今年要困在上海过年了 他把我也拿开了 让我先冷静一下吧 还冷静呢 我都快疯了 我把老家的土房卖了 都不过给债主三亚疯的 如果雨量换到这件事有转机呢 你 你查到什么了吗 你查下凯西的住院记录 我查过了呀 没找出什么问题啊 我怀的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一出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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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